Hello,大家好,我是Mr.Manso,今天好為大家說的是HKDSE 2017 Mathematics Core of People1,Session A2,Question 12 看看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是新知的話,請你Pulser在下面,如果你是舊魚的話,我們可以下下一頁 好,我們看看題目,題目就說有兩個similar的pyramids,兩個相似的追體,加起來再融化,做了一個柱體 這個柱體的底面積是84cm,而它的高是20cm 題目也有提到,這兩個一大一小的表面面積是4比9 好,接著之後,我先把這兩個體積叫做V0V1 兩個一加起來就等於柱體體積,就是84乘以20 好,接著再想一下怎樣計算 大家都知道,如果它們是similar figures的話,我們就說 只要它是similar figures,知道邊長的比就會知道面積的比,也會知道體積的比 OK,只不過面積的比就是把邊長的比二次 而體積的比就把邊長的比三次 為什麼呢?最簡單的想法就是因為所有面積就是兩條邊乘 而所有體積就是三條邊乘 好了,從這個知道邊長的比就會知道面積的比 我就說,只要把面積的比開方跟,就是直接計算出邊長的比 所以4比9這個是面積的比,面積的比開方跟,就會是邊長的比 那就是2比3,好嗎? 而它的體積由於2比3,2 over 3的三次就會出了8 over 27 所以我知道一大一小的體積比就是8比27 那如果一會兒我用來做加減成除的,為了避免計算錯誤 我就把它乘成了K,有什麼用啊? 我怎麼知道那個小的體積是否一定是8cm 或者大體積是否一定是27cm 如果它將來是8比20呢? 或者是16比54呢? 那我就用K去吃光這些的倍數 那我就可以直接拿去計算,K當然是常數 好了,加完之後就應該是35K 35K,1680除3,K就算是48 一隻K就是48 由於我們要計算出大一點的Pyramid Volume 所以就應該是27K 那我就說,The Large Pyramid Volume 等於1296cm clip 好,那Part A搞定了,到Part B了 Part B,它就說 我來找找小一點的Pyramid Total Surface Area 就是小一點的追體的總表面積 那我們有什麼要知道呢? 它就有給了我們的 就說,我給了大一點的追體高 就是12,好不好? 那小一點的追體高,你要自己計算的 那可以了,由於兩個高當然是哪一場比 那我就說,Leg H0就是height of smaller Pyramid 小一點的追體的高度就是H0 H0比12,即是兩條高度的比 的二次正正就會等於它們的面積比 好,這樣的話呢,計算完之後 H0就會是8 OK,這樣計算到8了 那是不是可以立即計算它的 Total Surface Area 當然不是啦 你知不知道底是多少 那怎麼辦呢? 底應該怎麼計算呢? 留意了 由於我們之前呢,曾經計算過 那個大的Pyramid 我們其實已經有了小的Pyramid 就是8K OK,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小Pyramid 就等於8K 那剛才我們計算了 K是48 OK,所以我們很快計算到R就是12 OK,如果同學都是計算得不夠快的 不要緊 你Post Writing 它 總之我的條計算就是用Volume 去計算兩隻R OK,那你可能停一停機 看看會比較好些 好了,接著還要問一下 我等一下要計算的 就是要計算總表面積 其實就是說 計算一個的正方形 再加四個的側面三角形 那我們知不知道這個的高呢? 其實都很快知道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有聽我的聽眾 我就會叫人 背了某幾個不適定的三角形 才去考這個HKDSE 那3455的兩倍呢 就會是680來的 所以我還沒計算 我已經知道這個 側面三角形的高呢 是10來的 那就發達了 那就是Total Service Area 當然啦,正如剛才所說 一個的正方形 再加四個的側面三角形 而那些底高 我們全部搞定的話 一算就算到384cm2次了 那12B說到這裡也都完 好,多謝大家了 好,八頭公女說 2016年 即是上一年的A2第11條 Paper1的第11條 就是講這個追體 又是講追體體積 亦都是用到這個邊長比 等於 知道邊長比 就會知道面積比和體積比 那這就是當年的Part B 那2015年 又有 不過就是Paper2裡面的第16條 會用到就是這個 這個 Flustom的 volume 即是一個平折頭體的體積 那就是2014年 Paper1的第二條 就是在計算追體 亦都引用到這個相似三角形 好了,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How for 麻煩你幫我分享出去 我只能夠教到你一點點的知識 神腳教你生命有緣的 我們在劉華市大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